我們現在當然是一個疫苗需求 緊急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當然是積極跟相關的廠商 一直在聯繫 指揮官陳時中坦言疫苗已經告急 因為四五輪預約民眾施打完畢後 國內疫苗恐怕完全沒有庫存 很多人第一劑都還沒打 就算打了第一劑也不一定等得到第二劑 要對抗新冠肺炎病毒效力 勢必打折扣 有可能打完第二劑的人 或者正拿來打全部的人 其實他整體對社會 還是相對的保護力比較強 既然國內等不到疫苗 很多人乾脆出國打 傳出台北旅遊泡泡 渴望在8月14重啟 賣點就是打疫苗 甚至連混打都可能成為選項 但是這沒有違法嗎 就是只能提供一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讓大家了解國內的規定 那至於在國外 他可能就要根據 國外相關的一些醫療的法規 去進行 他相關的一些行為 國內鬧疫苗荒 政府跟民眾都很焦慮 幸好國內疫情越來越穩定 新增4例本土 連續兩天確診數都維持在個位數 因此指揮中心也松綁相關場館 包括社區大學 親子館以及桌遊場所 但是八檔行業維持關閉 有限度開放 只求防疫經濟間能獲得平衡 歡迎收看江柏惟 另外一台報導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有限於二公司 飛行場 海外 不要亂 擦 學 學